大家好,我是奥摩人 今天为大家介绍是海洋堂Eva Galeon 福音战士Euro 2 Out of Us 欧洲二号机奥特维斯 那这部机体呢 我想即使是福音战士的爱好者 也不见得看过 因为呢 它是出自福音战士的外传小说 福音战士Anima 那这部小说呢 最早在2008年的时候 在电剧好比杂志上开始连载 当时的背景是因为呢 它的机械设定三下育人老师 在做完TV跟剧场的一些设计之后呢 心中还有很多的创意想法 无处发挥 于是呢 就找了安野秀明导演商量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展出一个平行世界的故事 就可以让它的机设跟剧情继续延续下去 那野秀明导演就说 OK就放手去做吧 于是呢 就有了这部外传小说 福音战士Anima 那这部小说之中呢 它一样延续了TV的基础设定 可是呢 时间来到了三年后 而最关键的是呢 其中的人类补玩计划呢 并没有发生 虽然它的主角 定真是明日香 林波林等等呢 都继续的成长 那当然林波林还有很多的分身 那尤其是呢 它的科技发展也是一日千里 所以呢 它的机设呢 就更加的浮夸 更加的华丽 更加的暴走 那像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一部呢 福音战士 欧洲二号机 OTOVERS呢 它则是以欧洲分部所开展的 这个二号机为基础 再加上了量产机的技术 所以呢 你看到外形设计上呢 它有一些二号机的影子 比如说头部的造型等等 那以及它的配色跟翅膀等等 都是来自量产机 那当然呢 它的驾驶员也很有趣 它是呢 他们的班长 动目光 那这个角色可能 也许大家并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故事其实也是非常的暴走 就把这些东西 线索呢 都串联起来 那至少呢 它的外形上呢 还是非常的夸当 非常吸引人 那事实上呢 海洋堂 虽然是福音战士 出了最起的一个品牌 那包含了 它有一个系列叫做 Evangelion Evolution 11 那之前就有推出过 最终号机 那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部小说之中呢 它其实是把 初号机呢 继续延伸下去 比如说初号机F 超级初号机 以及最终号机等等 就很多很多的机体 那因此呢 它这一次 它就继续延伸这个概念呢 推出了这一次的 欧洲二号机 那首先呢 它的包装尺寸 是非常非常大 前面的封面 是可以打开 里面的肥叶呢 就可以看到很多 帅气的写真照 那相对之前的最终号机 或其他的 海洋堂的福音战士来讲 它的尺寸真的是 大很多 那为什么大这么多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它其实是一个 双层的结构 那其中呢 它的第一层哦 就是它的本体 再加上 它有两个武器 以及六个手型 那第二层呢 则是 它的背包跟翅膀的部分 那当然呢 它还有一张 说明书哦 内容物大概就这一些啦 那我们就 直接把它给展开来吧 好 那么首先看到 它的尺寸 头领高 大概16.5公分左右 右边这是 罗伯魂的二号机 左边呢 则是海洋堂的 最终号机 那虽然说呢 这三者都是无比例哦 并没有标示说 比例多少 但因为呢 最终号机 跟这次的欧洲二号机 是属于同一系列 所以呢 从它的头部 腰部 以及呢 腿长看起来的 这两者应该是 同一个比例才对哦 那相较之下呢 罗伯魂的比例应该大很多啦 因为你的头的尺寸呢 就比这次的欧洲二号机 大很多 那如果呢 它还原到同尺寸的话 应该再缩小 可能就只有到它腰部 或者是呢 到胸口的位置哦 这个是我个人推测啦 但总之呢 毕竟它是属于不同系列 所以呢 在尺寸上面呢 当然比例也有所不同哦 那另外你可以对照 这两者的设计细节哦 在外形上呢 还是有一些雷同之处 那尤其是呢 它的头部的设计哦 像是下巴拉得很长 以及呢 四个眼睛的造型哦 也是有一个 一脉相成的感觉 因为呢 就如同前面所说的 欧洲二号机 它是以 这个TV的二号机为基础 再加上量产机的技术 延伸而来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比例上就差别很多哦 因为呢 罗布魂 它的设计呢 都是比较忠于原味啦 所以呢 这两者相较之下呢 这个二号机的 罗布魂 看起来就比较规矩 而这一次的 这个海洋堂的 欧洲二号机呢 它的原型雕塑 是由山口圣九老师哦 也就是海洋堂的招牌 原型的扛把子哦 所设计 那它的风格就是呢 它把机器人哦 设计的非常有肌肉感哦 是有腰身 有曲线哦 有魄力的 所以呢 这动作表现哦 或者是造型设计上呢 它就会比罗布魂 来得更有戏剧性的张力 但是呢 罗布魂的好处就是呢 它比较工整哦 所以呢 造型上也是有它的好处 那相较之下呢 海洋堂虽然说呢 它刻得非常的细 但是呢 总是会有一种手作感哦 有些东西的刻画 好像没有那么工整哦 那包含的是它的 这些所谓的转轮式的关节哦 那虽然说它也是有改进哦 跟最早的转轮式关节比起来 紧实度啊 或是呢 它的稳定性是好很多 可是呢 跟一般我们现在所流行的一些 主流的关节比起来呢 它还是有它的一些状况在哦 造型上 因为它都是一个圆球 所以有时候线条不是那么顺畅 转轮呢 通常它是单关节 所以呢 在表现力上 有时候也会有它的限制在啦 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啊 有一好 我通常没有两好 不一定能够面面俱到完全坚固 但这一次它造型刻画上 我觉得比较有意见的是呢 它像它头部的设计 虽然说很帅 可是呢 它的线条感觉有点模糊哦 那我不知道是因为尺寸太小 还是因为呢 它漆模涂的太厚的关系哦 所以感觉上 旁边这些线条呢 都有点整个糊掉的感觉 所以呢 我觉得海洋堂呢 在很多细节上面 其实还有再进步的空间 但至少呢 它这一次的很多细节的刻画跟涂装 我觉得应该也做得算是相当不错了 那它整体的配色呢 就是量产机哦 这种白色为基础 但是呢 看起来是这种珍珠白哦 甚至好像有带一点点灰色的色调哦 那同时呢 它的一些结构细节 也有一些深浅不同的灰阶 所以呢 它虽然说是单一色系 但是呢 它的层次也是感觉蛮丰富的哦 那另外呢 它造型上也是有一些 比较有能有脚的设计 比如说呢 脚跟的部分呢 这边还延伸出了一个 像是脚刀的造型 以及呢 它的膝盖这关节呢 也是很有曲线变化的哦 那其中呢 就穿插了很多 像是血液流淌 这些红色的线条 那这个红色呢 可能也是来自于 二号机的概念啦 所以呢 那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量产机的外形 但是呢 骨子里却是二号机这样的感觉哦 配色或者造型细节上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表现哦 那其中呢 当然还是可以看到 这种转轮式的关节 有些细节呢 它没有办法尝到一个非常好看啊 这个也是海洋堂的可动人偶 或者是呢 机器人的特色 或者是呢 它的宿命哦 但基本上我觉得造型上哦 还是延续了 这个三口圣九老师 一贯以来的特色啦 就是呢 它细节还是 非常的有肌肉感哦 跟这种比较 罗伯魂那种 看起来很工整的 比较制式化的表现上面呢 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种 它独特的艺术特质 跟它的个人魅力 再来看到它可动表现 海洋堂的转轮式关节哦 其实通常数量并不是很多 但是呢 它却有它独特的表现力哦 譬如说像头部造型其实很简单 但是呢 因为要抬头起来的角度 也还算够用 左右的旋转哦 基本上大概就这样子 那因为它头尺寸也做得比较小啦 所以呢 感觉上并没有太大的干涉哦 大概就是基本常规的可动 这个脖子的设计呢 倒没有什么可说之处 但这个肩膀呢 它只有一个所谓的转轮式关节 但是你会发现说 它可动度还蛮够用的哦 因为呢 三口老师呢 经常在关节的设计上 都会带一个斜切的角度 所以呢 譬如说你可以看到 往前这个斜过去的角度 非常非常大 那相较之下 像这个罗伯魂的二号机呢 它的设计类似哦 可是呢 因为它是垂直坐在侧向哦 所以呢 你会发现说 它手部往前延伸的角度 就比这次的 这个欧洲二号机小很多哦 所以一样是单一个关节的设计 但三口式可动的角度呢 它就有更大的一个表现力哦 好那另外 前后的旋转 但是呢 它切斜的角度的问题就在于说呢 它并没有办法 很容易的哦 这个规规矩矩的垂直的转动 就变成连转动的时候 它都会带一个斜角哦 那因此呢 为什么 转轮式可动呢 在摆很多姿势的时候 是很考验 你会不会玩的功力哦 就是这样 那另外呢 它上面这个居素具的部分呢 则是一个球体关节固定在这里 那上臂呢 这边没有这个平转关节 它主要呢 就靠中间这个转轮的平转哦 所以呢 这个角度上面 会稍微有一点点限制哦 那包含因为它单关节的关系 所以呢 它顶多也就是 90度再多一点 大概135度而已 那另外呢 它的这个手臂 手腕的部分 手臂手腕的部分 你看又悲剧了 结果一转呢 因为它尺寸真的太小 就不小心就把它折断了 这个真的是 哎 海洋堂啊 好 那这个等一下后面 我们再继续看好了 好 那腰部的部分呢 它可动往前往后 因为它总共一段 两段三段 可动度其实都还算是够用了 虽然都是球体关节 但是呢 它中间这边 这两个结构呢 其实是做悬空的 因此呢 它可以尽量避开它的干涉 让它左右旋转呢 可动角度会稍微大一点点 那以及呢 它的腰部这里呢 它也有一个 这个球体关节 所以呢 它不只是左右侧摆 有一点点角度 不然前后也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可动 那另外呢 连接处呢 是球体关节 而它的宽部这边呢 还有一个也是三口式呢 经常会做的一个就是 斜切关节的角度 所以呢 它在侧向的时候呢 虽然说抬起来 角度看起来很小 比如说像往前 往后 这都一般常规的操作 但侧向呢 它顶多只有这样 那像是 比如说洛伯文也是如此 侧向 尤其它这边会有一个角度会卡到 所以呢 往侧边的角度通常很小 可是呢 为了要增加侧向这个角度 尤其在做一些大跨步的时候呢 可以拉开它的一个幅度 所以呢 三口老师呢 经常在这里呢 做一个就是斜切关节 那当你把这斜切关节 转一个角度之后呢 它就可以像这样子 整个跨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但是呢 它当然也有它限制在了 因为呢 你转过去之后呢 它其实就变成是 变成是角质斜一个侧向的角度 变成没有办法 水平的往外 像是这样子 整个水平的往外延伸 你只要往上拉 因为斜切关节关节 角就会转到侧向的角度 所以呢 它虽然说可以做出一些大跨步的动作 但有时候这个角呢 角度或位置呢 也会因为这样而稍微跑掉 所以呢 为什么又回到刚才讲了 就是说 三口可动呢 需要蛮多经验值 就是一些玩玩具的一些体验跟累积 也在这里 另外它膝关节的部分呢 只是两段式的可动 那这次呢 感觉做得还蛮紧实的 像这样子 那前面这一段 它事实上就一个简单的插胶 这样插着而已 而且呢 有时候会掉下来 那另外呢 它的贴地关节 也是一个很简单的球形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贴地性 其实也是还不错 侧向扭 也是因为呢 它的切脚 我觉得这个就是设计 有时候虽然关节数 并不是很多 但你只要切的角度对的话 它的贴地关节 角度还是可以 发挥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 那不然前面这边呢 也是一个简单的小球关 可动度基本上就这样 好 你可以看到 这个手就 已经整个就断掉了 我在想说 那接下来要怎么修呢 因为它尺寸真的非常非常小 这个也是海洋堂的 转轮式关节 在玩的时候 经常要特别小心 特别注意的部分 再来看看武器配件的部分 那首先呢 它的手型 除了刚才看到 关节断掉这个平手之外呢 它还有六个手型 包含了一对龙爪手 开掌手 尺寸真的蛮小的 但细节刻画 我觉得做得还不错 另外呢 它有一对是武器手 专门用来使用它的武器 那另外呢 还有一对拳头 基本上呢 它都是采用同一组关节 所以呢 每一次在拆换的时候呢 都要拔起来装上去 那我以过来的人 惨痛的经验告诉大家 真的在使用上 要非常的小心 那另外呢 它的主要武器 包含了一把宝剑 以及一把长枪 那我觉得它设计风格呢 非常有这种中世纪 十字军东征的这种 骑士的风格 而且呢 最厉害的是哦 它线条其实很简单 但是呢 看起来很有设计感 比如说像它 键二的部分呢 是用镂空的线条哦 那以及呢 它这一把长枪呢 看起来像是十字架的变形 而且如果你从侧面看呢 它其实是高低起伏 很有层次的 那包含中间的部分 也是做镂空的设计 以及呢 它中间的侧边呢 还做了红色的涂装哦 所以整体的银色 再加上这个红色的涂装 看起来颜色上面 真的是很跳哦 我觉得山下育人老师的 设计功力 真的是非常厉害 那另外呢 它这一次哦 它的这把剑的部分呢 其实是可以收纳在它的 这个算剑套 或者是呢 它的刀鞘吧 但是呢 它的造型其实也是 非常的简约 而这边呢 其实我刚才又发生了一个悲剧 就是呢 它的插销 其实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细 所以呢 一不小心呢 转动的时候 这个力道不对的时候呢 它就整个断掉在里面 但这边我还可以自己修啦 因为呢 它就是很简单 从中间呢 我可能手钻钻个洞 然后用金属的pin呢 直接穿过去 可能就可以稍微补强 而且呢 它可以左右都可以来使用 这是它的刀鞘的部分 那另外呢 这一次它的最大的装备呢 那当然就是这一对翅膀 以及背包哦 那不过呢 它在使用的时候呢 要自己把它先装起来 像这样子哦 那我觉得它造型设计 真的非常的帅哦 因为呢 我们之前在量产机看到的是 那种自然线条的羽毛 但这一次呢 则是整个就是非常强烈的 机械结构哦 中间呢 就有很多的细致的层次哦 包含呢 像它的背包主体这边呢 它下面这边有一些环状的结构 里面有一些红色 或者是呢 比较深色的一些灰色涂装 但主要的配色上面呢 都跟它主体一样 就是这种银白色 再搭配上一些深浅的灰色 来做组合 那当然它身上有很多的 细致的符号 老实讲这些符号代表 什么意思呢 我其实不知道 但看起来就很酷 那已经呢 它有很多这个旁边 延伸出来的一些结构 比如说呢 这一片一片的这种 液状的结构 看起来有点像是散热器哦 或者是呢 后面这些有一些 类似这种传统垂直 导流尾翼的一些结构凸起啊 或者是呢 像是类似飞弹造型 甚至呢 这边还带螺旋哦 造型上面 真的线条看起来 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有趣哦 那它使用的方式呢 就是它这边有一个 转轮关节 可以在垂直方向 做角度上面的调整 那平常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装在 它腰部上面 这边有一个洞哦 直接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 但是呢 因为它这个洞 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哦 所以呢 其实蛮难擦的 那再加上呢 它的关节 我觉得有了前面 这个断裂的风险之后呢 我在装的时候 真的就会非常的担心哦 那所以这边 我建议可以用吹风机 把它吹一吹之后 再插进去呢 可能会稍微容易一些些哦 好 那么我刚才就用吹风机哦 稍微用热风 吹进它的洞之后呢 要插进去 果然是非常的顺畅 一下就插到底了哦 那等它整个冷却之后呢 它的连结 就会稍微比较稳固一些些 那整个装起来的造型 还是非常非常帅啦 因为呢 你可以看到 就像是天使降临一样 有一个像是 倒过来的W结构的线条 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帅 那另外呢 它侧边这边呢 有一个小洞哦 那这个主要是可以用来固定 它的武器哦 这边还有一个连接键 可以插在这个洞上面 像这样子 装上去之后呢 看你要朝哪一边 总之呢 装上去就可以把这个长毛呢 也可以固定挂载在它的翅膀侧边这边 但是它的零件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纤细啦 所以呢 在装的时候还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像这样子就可以固定在它的两侧 这是它的长毛的固定挂载的方式 那另外呢 平常哦 在垂直方向这样子 这个角度看起来是比较好看 甚至呢 它的翅膀呢 它这边有转轮关节 可以前后做一点点的角度调整 但这个角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小啦 所以呢 可以向前这样稍微包覆起来 或者往后像这样子略微展开 那平常呢 如果你是要往前后飞行的时候呢 我建议是可以再把它转到一个垂直的角度 这样看起来呢 好像是一个推进器的结构在背上 也是非常非常帅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稍微往上面抬起来一点点 这样子角度上面看起来呢 就真的是一个 这个推进力很大的一个翅膀 可以做一个高速飞行的状态 这是它的翅膀的使用方式 我觉得造型真的非常非常帅 但是一样 在使用或者是挂载的过程中呢 还是要非常小心哦 保护它的关节 不要让它一不小心呢 就像我一样又折断了 这真的是会玩起来非常的不开心 那么针对它卡榫断掉这个箭套呢 我使用了0.8毫米的手钻 那首先呢 我先在箭套侧边呢 这边钻一个洞 然后呢 再把它原本 卡在里面这个卡榫呢 也是一样哦 从中间 然后直接钻一个 0.8毫米的洞 那钻到一定的深度之后呢 我再拿出 这个回纹针 这个我也稍微量过 这也是0.8毫米 然后呢 就用三秒胶 先把它固定 然后再把它拔起来之后 再跟刚才这个箭套呢 做一个结合哦 这样应该就可以让它修复到一个程度了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海洋堂福音战士 欧洲二号机奥特维斯的简单介绍 说起来 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有买过海洋堂的福音战士 主要就是因为转轮关节的设计 虽然和早期比起来已经有进步 但结构强度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如果不是特别喜欢山口圣九老师的原型 我想没事最好还是进而远之 说实话 这次欧洲二号机奥特维斯的造型真的是很吸引人 二号机的骨干DNA 套上量产机的银白配色和天使双翼 一整个帅到逆天 但毕竟是比较冷门的外传机体 尤其价格上也不便宜 一般玩家应该不太会入这个坑 会收的大概都是福音战士的铁粉 刷一个信仰值也就不必计较太多了 我个人真的很喜欢福音战士阿尼玛这部外传小说 但它立体化真的很少 所以虽然这次三口转轮板的尺寸很小 关节很脆弱 可动的表现也很微妙 但眼前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只能说大家把玩的时候自求多福吧 总之有爱可以收 没爱的话看看影片就当做玩过了 那么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我们下支影片见 掰 我们下支影片见